我調查說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都感染過 咦?還形容這種痛? 好像生仔那麼痛? 什麼病那麼誇張呢? 就是生蛇了 今集《醫式醫式》 就跟大家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到底生蛇的歷史是怎樣? 生蛇的疫苗又是怎樣? 有什麼症狀? 可以怎樣預防? 看完今集的《醫式醫式》就知道了 開始之前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好啊 山蛇的正式名稱是大臟包疹 其實早在公元前四世紀已經有類似的記載 話說有個被譽為西方醫學之父的人 尤希伯克拉底 他的著作裡面描述了一種 跟山蛇症狀很似的疾病 他就將這種疾病叫做 咳咳咳咳咳 有請Google老師 Erbisostir 意思就是環臟大臟包疹 當時的人說 這個病跟火燒皮膚一樣 這麼痛 這麼恐怖的病 有沒有得醫治? 真的有的 希伯克拉底研究了幾種方法 他會用自然療法 用一些天然的物質去幫助疼痛緩解 還有飲食條理 希伯克拉底會用一些特定的飲食條理 去幫助病人恢復健康 包括一些對於皮膚狀況有益的食物 或者避免一些可能加重病情的食物 最後就是精神療法 希伯克拉底會注意到病人的情緒狀態 試圖通過和病人對話 支持和心理建議 去幫助他們恢復健康 在中國古代醫學文獻裡面 都有一些關於治療環臟大臟包疹的記載 總共有四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草藥治療 古代中醫經常用各種草藥製劑去治療疾病 在治療大臟包疹上 會採用一些具有清熱解毒 吐風止痛 活血化瑜的草藥 例如地獄、黃年、穿工等等 第二種就是針灸療法 針灸是古代中醫的重要治療方法之一 對於大臟包疹 醫生會選擇位置做針刺 調節體內的氣血 促進包疹的消退 第三種就是拔罐療法 拔罐是一種古老的中醫療法 透過在皮膚上創造負壓 促進局部血液循環 加速病情康復 在大臟包疹的治療裡面 拔罐是可能有助於減輕疼痛和發炎 最後一種就叫做外治法 古代醫家都會採用一些外用藥膏 或者貼膚來治療皮膚疾病 對於大臟包疹 可能會用一些具有清熱解毒 止痕止痛的藥膏或者藥水 去逃抹患處 但人類真正對於這種疾病的形式 就要去到十九世紀後期才有重大的突破 隨著對病毒本身的深入研究 人類對大臟包疹的病因 傳播途徑和治療方法都有更透徹的了解 1900年奧地利醫生奧斯卡鳳波奇提出關於水痘和大臟包疹之間的關聯 當時他觀察到水痘患者的家庭成員更容易患上大臟包疹 還有水痘患者的血液可以感染猴子 而且猴子會出現大臟包疹的症狀 所以他發現兩者是由同一種病毒引起的 不過他的理論當時沒有被普遍接受 很多醫生都覺得水痘和大臟包疹是兩種不同的疾病 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 科學家先通過基因分析 證實了奧斯卡的理論 水痘和大臟包疹是由同一種病毒 即是水痘大臟包疹病毒所引起的 他的理論為水痘和大臟包疹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研究成果更加幫助我們好好理解這兩種疾病 開發出更加有效的預防和治療方法 直到1986年英國學者戴維森和施科特 完成了對水痘病毒的基因分析 簡單來說就是將水痘病毒 和山蛇病毒的DNA拆開再比對 這個對於大臟包疹疫苗的研發 提供了一個關鍵的基礎 科學家都可以更加好地理解水痘病毒 對於開發疫苗的設計和生產 都提供了很重要的幫助 水痘大臟包疹病毒的基因分析 為科學家提供了開發疫苗的關鍵訊息 基於這些關鍵的訊息 科學家就可以開發到 引起免疫系統反應的疫苗 預防和減輕大臟包疹的發作 和它引起的疼痛 所以戴維森和施科特的研究 為大臟包疹疫苗的開發 提供了很重要的科學支持 為了更加了解疫苗對於預防生蛇的作用 我們今天很開心請到一位皮膚科專科醫生 去解答大家對大臟包疹疫苗的疑問 現在市面上有哪些蛇針呢? 現在市面上有兩款大臟包疹疫苗 包括舊一代減活疫苗和新一代重組疫苗 以上的疫苗在接種方式、效力和劑數上有何分別呢? 其實兩種疫苗都有效預防生蛇和後遺神經痛 第一代的疫苗即舊款減活疫苗 經過皮下注射需要接種一劑 而新一代的疫苗是重組疫苗 經過肌肉注射要注射兩劑 第一劑和第二劑之間相隔二至六個月 在預防生蛇和後遺神經痛方面 新一代的疫苗比舊一代的保護率較高 而十年後的保護率 新一代的疫苗亦比舊一代的疫苗高 接種後又有沒有副作用呢? 通常都是一些輕微的副作用 例如針口紅腫痛、痕癢 或是一些全身性的副作用 例如發燒、頭痛、肌肉酸痛等 通常都是比較輕微 平均維持兩至三天 但若是藥物敏感的 便是非常罕見的副作用 兩種疫苗用的技術不同 是否適合所有人呢? 有沒有人不適合用呢? 其實兩種大狀抛診疫苗 都不適合用在一些對疫苗成份有過敏的人士 例如懷孕婦女和暴雨期間的女士 而舊一代的疫苗 就不適合用在一些免疫力弱的人士 例如有癌症 或者長期食用高劑量類固醇的人士 都是不適合的 而新一代的疫苗 就不適合用在一些現在生蛇未康復的人 要等一些生蛇病毒完全康復 才可以接種疫苗 而如果本身有血小板問題 或者是凝血因子有問題的人 就要問一個醫生才可以接種 除了打疫苗去預防生蛇之外 我們還可以做些甚麼呢? 不如我再簡單跟大家說說 有關生蛇的知識吧 病發之後 皮膚會出現一些密集的水泡 而這些水泡大部分都有痛楚 同時會令人覺得痕癢、癡痛、麻痺等等 甚至會有被火燒、電擊、針瓷等等的感覺 如果治療不及時 身體更加可能會出現後遺神經痛症 有患者形容痛楚程度好像生仔 或者慢性癌痛感染中 通常疼痛會持續一個月以上 甚至幾年 所以發現症狀的時候 絕對不可以拖延治療 坊間最普遍的治療方法 就是把握黃金72小時 即是病發初期就要立刻看醫生 用藥物盡快去切除病毒根源 以免因為拖延而錯過最佳的治療時間 大部分人生石的時候 出現垂坡的位置都會集中在身體一邊 主要沿著某個位置的神經、情大狀分布 和一般的濕疹、垂坡不同 比較容易區分 除了帶有痛楚的垂坡之外 生石的時候都會在發病前半除皮損出現 甚至還會有肺炎、腦炎、淋巴、腫大等等的病發症 所以最好在懷疑自己生石的時候就立刻看醫生 以免錯過最佳的治療時間 生石跟年齡是有密切的關係 隨著年齡增長 免疫系統也會逐漸退化 所以年幾月大 特別是5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 生石的機會都會相對增加 建議接種疫苗去預防 不少人小時候都曾經生過水痘 其實生水痘是會激活病毒 從而引發大臟包疹 基本上只要曾經生過水痘的人 就有機會生蛇 所以真正會傳染的 其實不是生蛇 而是水痘 不健康的作息和飲食習慣 都會令身體的免疫力下降 病菌便會隨即入侵身體 容易有發潛藏在體內的大臟包疹病毒 從而感染病毒和出現生蛇 近年生蛇也有年輕化的跡象 壓力過大、過度疲勞都是成因之一 需要在日常多作放鬆去改善問題 坊間也有說曾經種過新冠肺炎的人士 都會比較容易生蛇 一般來說 生蛇和抵抗力狀況息息相關 只要抵抗力足夠 被傳染之後 都可以防止生蛇的情況出現 以下就有四個預防生蛇的方法 第一個是養成正常的作息和飲食習慣 早睡早起、均衡飲食 就可以增強我們的抵抗力 第二樣是堅持運動 透過養成運動習慣 去維持身體的抵抗力 就可以預防生蛇病毒的侵襲 不過記住要注意運動量 因為當身體過度透支 就是病毒入侵的最好時機 大部分的生蛇患者都有感染過水痘病史 所以避免接觸水痘患者 就可以防止在患者身上感染大臟包疹病毒 最後一樣是高銀人士記得打針 50歲以上的人生蛇的機會比較高 建議注射相關疫苗去預防 生蛇要介食高激素的肉類 牛、雞、羊肉等等 通通都不能吃 動物內臟、豬頸、豬手等等 毒性比較高的部位都不好吃 以防病情惡化 蝦、蟹、扇背等等的甲殼類海� 有機會令到完全癢養、敏感或者惡化 所以要盡量避免 如果真的想吃魚 建議盡量吃淡水魚 一些含有高精胺酸的食物會助長病毒生長 例如大部份的豆類、堅果、種子等等都要避免 另外朱古力、糖、雪糕、蛋糕都一樣 大部份的醃製食品都加入了大量防腐劑和醃料 例如鹹酸菜、腐乳等等 薑、蔥、蒜、辣椒、辣椒都一樣 洋椒、洋蔥、韭菜、芫草都要切口 調味的時候要避免用海鮮、豉油、蠔油、雞精、辣椒醬等等 米酒、黃酒、啤酒、白酒、紅酒等等 無論喝還是調味都盡量不要在生蛇的時候用 另外龍茶和咖啡都有咖啡因 會影響環處的狀態 希望今集的內容都可以幫到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